應該是原本上東北太林鄉就出現了兩米 紀鳳沖島有這個一米沖的大面積來崩起 在生存還要爛的這個天氣也看現現 這個危險的地方就出現在心懷性於樓上 就怕得比較危險 昨天下午剛好都沒有人診斷 那這個地方平常是都做什麼 一些中過的在這裡 自己帶一些柴子柴子柴子的東西在這裡賣 所以很嚴重 可是這個灘邦這個整條的一個建築物 都是在同一時期施作的 那我們不知道何時還會再發生這個窟窿的一個現象 而且你看它的鋼筋已經腐蝕了 而且它的厚度也不足10公分 所以這個建築以前是在我們的溝渠做一個建築 就是以前在縣市還沒合併的時候 我們在水利溝水利渠上面 因為民眾的方便 所以在加蓋上面這一層 可是重點是它的安全性 它的結構性 它的承載度 現在來講都已經不夠了 這個崩起的現場就是原本水稿來探討的人情 加上水稿的縣度有夠看 蓋過的面積又太過大時間 一句作詞 落寶 這個天氣好爛才會來崩起 加上旁邊是新華的早期期完 余祖青這麼到的 立場的通報料 相安 馬上會動相關單位親近會寫 希望可以當地 讓整個淺淺進冠金來做衝修 而且這幾天又是氣象預報 這連三天都會強降春雨的狀況之下 你看這邊的已經貪崩下去 它裡面的一些土石土塊 以及它的結構都已經破壞了 所以整個都是會影響到我們整個排水的良好性 人民的安全 對人民的安全 那萬一說你貪崩 萬一人又走進去 然後又淹水造成人員意外的損傷 我覺得這個後果不堪設想 搞定人來貪崩的工地點完標是說 崩起的面子有但沒有那麼大 會先做到經濟的衝修 先穿到崩起的東西後 既邊才來做到補強 讓秀才能做到完整的衝修 在地點我們今天會先把 溝底的障礙物全部清乾淨 然後我這邊也指示 我們顧問公司禮拜五 要把整個修復的補縮設計出來 然後交給我們的開國廠商 來做修復的動作 南天新聞單一聲新華蔡宏報道 猜中 الا薪伴